五岁的浩浩在七个多月大的时候 确诊川崎症 起初只是发烧 但发炎症状越来越多 很多红丝 就是眼白的部分 嘴巴直接是红到干裂出血 而且它的舌头好像草莓 川崎症是一个高度发炎 一个血管炎为主的症状 我们估计是有些感染 身体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应对抗 以身体的机制去到过来 想清除它时 产生了一系列发炎的反应 高少屋持续四五天以上 搬着的很多时候是黏膜的胸 手脚会有浮肿 可能会有皮疹 有部分人士会摸到淋巴结 长大 川崎症多数出现在 二至五岁的小朋友身上 也是最常引起儿童后天心脏病的成因 因为由于会引起全身的血管会发炎 它主要是影响了一些小和中等的血管 所以它就令到血管壁那里产生一个发炎 变化 令到血管壁弱了 于是它就会慢慢扩张 从而令到血管就变成一粒粒 好像扭 患者要把握十日黄金治疗期 以丙种球蛋白和高剂量的亚士批林治疗 抑压全身发炎情况 减低出现心脏病发症的机会 浩浩接受药物治疗之后很快就退销 不过因为心脏曾经发炎 出院之后持续三年多 都要吃低剂量的亚士批林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所以都会尽量控制它的糖分 和食物要均衡一点 尽量煎炸油你都不给食 有线电视记者毛曼盈报导